男子为了报仇拜永春拳传人梁赞为师 梁赞将永春拳传授给了他 为了让他尽快学会永春拳 每天让他用棍子打橄榄盒 刚开始橄榄盒一直被弹走 被打得满怨都是 男子没有放弃 重新捡起打了起来 数日过后终于打碎了橄榄盒 江湖上还有一个功夫 名叫铁布山 刀枪不入 谁也打不伤他 但男子最后用永春拳的寸进 打破了铁布山的罩门 将他杀死 我国男派权术渊源流长 其中永春拳身在佛山的传人梁赞 精通医术 为人仗义 乡间有口皆碑 梁赞有一徒弟名叫肥春 性格憨厚 常受人捉弄 卖个粽子都能被别人骗光 他只能去找好友 墨家钱庄的会计找钱华 请他给自己纸条名路 找钱华让他去挑粪水 这样就没人能骗他了 这天一伙匪徒来到了镇子上 他们来到一家客栈 由于没有位置了 他们站住了赞先生常来的位置 这不是英书吗 这么暴躁 赞先生没有和他们计较 但女儿却和英书打了起来 带头的老大阻止了英书 让他不要惹是生非 匪徒们找到了墨家钱庄的墨老板 墨老板曾是匪徒们的老大 他经营钱庄多年 有了许多的名声和权利 但他还不满足 他和匪徒们筹划 准备杀死镇长 从而控制整个佛山 但这却被折返回去的找钱华听到 找钱华赶紧跑去镇长府禀报 但镇长不在 他只能告诉了镇长的师爷 师爷让他不要告诉别人 以免走漏风生 天亮后自己带镇长去见他 但没想到的是 师爷是墨老板的人 找钱华自投罗网 被师爷带来的人打成重伤 他赶紧逃走 肥春刚好出现 救走了他 他请师父钱赞医治好了他 墨老板为了将找钱华引出来 让手下去杀了他的母亲 找钱华也害怕母亲出事 让肥春去给母亲捎个信 肥春却看到的是 找钱华母亲的尸体 找钱华要去找他们报仇 肥春拦住了他 把他带到了师父的武馆 另一边镇长遭到了匪徒的暗杀 镇长的保镖也非等闲之人 匪徒根本进不了身 但匪徒中有三个高手 铁布衫 铁腿王 金枪王 铁布衫脱下衣服和他打了起来 保镖的大刀再过锋利 也根本砍不动铁布衫 他扔下武器和他缠斗了一块 但铁布衫全身都有弃弓护体 猴子偷逃对他都没用 最终还是被铁腿王一脚踢死 镇长没有武功 被金枪王给刺死 镇长一死 莫老板就顺利接替了他的位置 但他还是很忌惮梁赞 莫老板派铁布衫和铁腿王 去试探一下他的功夫 梁赞不愧为永春拳的大师 以一敌二完全不落下风 铁布衫的金刚不坏神功 在他面前根本不起效果 被寸拳直接击破 莫老板一看两人不是对手 赶紧装路人阻止两人 梁赞看出了莫老板也不是什么好人 没有理会他 梁赞回去之后就收找钱华为弟子 将永春拳交给了他 永春拳是五眉师祖 见到蛇鹤相征领悟出来的拳法 拳有三角 掌有三尖 拳头是最弱的攻击手段 因为打在敌人身上 敌人一退后就可以泄力 所以和敌人对打时 要提前击打他退后的位置 这样才能发挥拳头的作用 师父让找千华和肥春对打 肥春将他给压制住 不让他动弹 师父用针刺了他后背一下 找千华竟一拳将肥春打倒 师父告诉他 你刚才使的是精进 用精进和急进联合起来 就可以做到以短距离 来发挥长距离的力量 这就是寸进 如果敌人用脚 上三路就用手打 下三路就以脚消 师父让找千华打木人和走木桩 训练他的力量 接着将他带到了训练坊 让他快速把两个木人打回原位 赵千华刚开始一个木人都招架不住 但后面对付两个木人绰绰有余 为了对付铁布山 师父把学位交汇给了他 练武的人都一定有他的破绽 铁布山也不例外 但他不怕你打 而最怕你的激进 只要打破他的罩门 就可以攻击他软弱的部位 人最软弱的部位在脚 师父又将永春的六点半棍法传授给了他 六点半棍最难的就是把激进发挥在棍间上面 利用棍的弹力发挥他最大的力 师父让找千华打橄榄盒来锻炼他的点进 找千华一开始怎么也打不到 师父让他把所有橄榄盒捡起来勤加练习 数日过后他打碎了橄榄盒 永春六点半棍法终于大成 莫老板得知了钱赞受找千华为徒弟的消息 他决定利用钱赞的习惯除掉他 匪徒埋伏在他经常去的那家饭店 买同常常给钱赞要钱的乞丐 钱赞给他钱的时候 乞丐趁机刺中了钱赞的后背 匪徒也将屋顶打破 将钱赞摔在了地上 但这些还杀不死钱赞 钱赞的永春拳将他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匪徒趁他跳起的时候 用捕兽夹将他加伤 这下钱赞再过厉害 最后也只能被杀死 匪徒们接着找到了钱赞的道馆 在三大高手的围攻下 最后只有钱赞的女儿金凤 肥春 赵乾华三人逃了出去 这下莫老板成为了阵长 没有了后顾之忧 肥春找到了其他两人要去报仇 赵乾华让金凤用八盏刀 去对付金枪王 肥春用永春粘手去对付铁腿王 自己用六点半棍对付铁布山 但肥春认错了人 他先找上了金枪王 手里没有武器的他根本不是其对手 他只能把金枪王引到狭隘的竹林 竹林伸手不见五指 这下就可以近身了 肥春用永春粘手解决了他 金凤和赵乾华也杀到了墨家钱庄 赵乾华先用永春极劲 将铁腿王打死 再和铁布山的打斗中 用极劲寻找他的罩门 将他打成了骰子 打斗中他领悟了寸禁 对他使用出了连续寸拳 击破了他的罩门 接着用六点半棍发击 打他最薄弱的地方 这看得我忍不住捂住了下体呀 这种痛苦直接将铁布山打死 但没想到的是 墨老板其实戴了副面具 他其实不是个老人 并且他还是个武功高强的地螳螂 永春拳对战螳螂拳 这下精彩了 但找乾华练习永春时间还是太短 不能发挥永春真正的实力 一直处于下风 被墨老板上身踢倒 墨老板接着用螳螂捕蝉将他缠住 危急时刻肥春出现解了围 两人一起对付墨老板 才占据上风 墨老板再次用地螳螂将找乾华压制住 肥春捡起一根银针刺向找乾华 寸禁开天 一拳将莫老板打成重伤 找乾华乘胜追击 一记远程飞腿将他踢翻 最后一记重批将莫老板活活打死 赞先生与找乾华 是1978年红金堡指导并编剧 红金堡 梁家仁 中发 林郑英等人主演的动作电影 这部电影完全可以当作永春拳的教科书 他将永春拳的一招一式 及演练方法都进行了分解 并详细地拍了出来 当夜问突然爆发之后 不仅红了真子丹 更是让永春拳红了半天 但夜问中完全没有告诉你永春的原理和技巧 只是用永春去打 单论永春拳的兴盛 其实与李小龙的功劳不可分 李小龙在永春拳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节拳道 永春拳也因为节拳道及李小龙而为人所熟悉 李小龙的师父大家都知道是夜问 但夜问的师父很少有人知道 而这部电影的找乾华就是夜问的师父 钱赞收找乾华为徒的时候 就是希望他把永春发扬光大 虽然找乾华没有完全做到 但他却把永春传承了下去 夜问李小龙将永春发扬光大 也算是完成了前老前辈的所托 钱赞是梁家人扮演的 他在《败家宰》中那是多么的威风 在这里确实有点太狼狈了 如果你很喜欢永春拳的电影 《败家宰》也是一个不能错过的电影 那么《螳螂拳》和永春拳 你觉得哪个更厉害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嘉宜哟 梦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